多年来 中共当局在经济发展中片面的追求GDP的增长 造成中国的环境污染越发严重 一份科研新数据显示 中国大陆每年死于空气污染的人数就达到120万 几乎占到全球总数的40% 而北京连月来所出现的有毒雾霾 更被称为是空气末日 大批的外国人因此而离开北京 去年12月 英国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了一份名为 2010年全球致病量研究的研究报告 这份报告由世界卫生组织 美国华盛顿大学夏夏研究所和其他伙伴院校及机构联合完成 美国健康影响研究所也为这项研究提供了帮助 报告显示 空气污染是全球第七大致命因素 而在中国则位列第四大致命因素 仅次于有毒食物 高血压和吸烟 2010年全球有320万人因空气污染死亡 这其中 中国几乎占了全球总数的40% 2010年 中国有120万人因户外空气污染而过早死亡 相比之下 在与中国具有类似经济和城市发展背景的印度 空气污染则被列为第六致命因素 2010年有62万人因此早死 远低于中国 美国纽约时报中文网报道 在中国的城市里 空气污染已经到了无法遏制的程度 人们对此也越来越愤怒 但在利益驱动之下 国有的石油和电力公司 一直在阻挠或漠视环保政策 今年1月 大陆华北各城市的空气污染达到创纪录水平 其中 北京连续出现严重雾霾天气 空气中充满有毒物质 居民们被迫抢购口罩进行防护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也报道 极其严重的空气污染正促使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离开北京 同时也使各企业招揽国际人才到北京工作的难度明显加大 北京国庆内餐期刊首席研究员龚胜利向新唐人表示 他自己身边就有一些外国朋友正准备离开北京 龚胜利分析了这背后的原因 一个是政治环境 国家环境 国家环境现在就是除了共产党说话之外 其他人都没有任何说话的权利 也没有任何这种环境 一个是大自然的环境 但是空气 水 土 都是电污染 龚胜利认为 中共建政以来所造成的环境污染 已经成了中国有史以来最严峻的问题 环境灾难将慢慢的陷陷 今年一个是空气污染 还有长江里面的死珠 你接着慢慢的往下看 他的环境灾难将逐步逐步的显现出来 龚胜利指出 中共新任领导人习近平 李克强 在环境问题上面临空前的危机 一方面当局必须在改善环境上加大投入 而另一方面 中国是在政府之上还有一个党 共产党消耗着更多的资源 这导致中共政府的财政支出急剧增加 并首度出现赤字 同时大陆经济增长也在放缓 这些本身都是很难解决的矛盾 龚胜利认为 在中国现有的政治环境下 环境污染不可能在短期内有所改变 得确